图书馆是个学习、幻想和成长的欢乐原地 孩童可以在图书馆阅读乐趣无穷的书籍 在此,他们可以得到课业上的帮助 或是参加像说故事时间这样的特别活动 图书馆为婴儿、初学走路的孩子 和幼稚园小朋友举办说故事时间活动 有些图书馆甚至特别为社区里新移民的孩童提供双语说故事时间 在说故事活动时间里 图书馆员会与孩子们分享书籍、故事以及有趣的学习活动 研究报告指出 像这样的说故事时间 可以帮助您的小孩在学校功课表现得好 也可以鼓励孩子们养成一辈子热爱阅读的习惯 暑期读书营是帮助所有孩子成为优良读者的最好方式 参加这种读书营 孩子们只需记下他们阅读时间的长短 而且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还可赢得图书馆的奖品 喜欢阅读的年轻人在学校或一生中都会表现卓越 青少年可以用图书馆作为读书与交友的场所 许多学生在课后会来图书馆一起做功课、读书或上网 图书馆也提供家庭活动节目 特别是各种大家都喜欢的娱乐表演 成年人也喜欢来图书馆 管理有许多舒适的地方 供成人坐下阅读或访友 管理有大量供成人阅读的藏书与杂志 其中包含学习英文的特殊教材 为成人提供的特别活动也很受欢迎 从演奏会到座谈会等活动应有尽有 其中还有英语练习或准备申请美国公民的非正式课程 在图书馆里可以找到合适每个人的资料 与活动 与活动